我的南海政策 五角大楼周五正式确认了卡特的新加坡之行 并透露在湘里拉对话会期间 卡特会与日本防卫向中国人举行双边会谈 此次湘里拉对话会 美方将派出一支由高级军官组成团队 其中包括美海军作战部部长理查德森 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 那么在这样会上 美方肯定会提出南海问题 这个呢 美国逢这个各种国际场合 都会提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怎么提提什么东西 我觉得最大是美国要这个琢磨的问题 他要搅局 他必须要找充分理由 有观察指出 卡特里查德森和哈里斯 是奥巴马亚洲政策的主要执行人 在南海问题上都有明确的自我态度 卡特在今年4月的亚洲行中 不仅临时取消访华 还登上了正在南海航行的 美军航母斯坦尼斯号 周五卡特在马里兰州 美国海军军官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发表演讲时 就在南海问题上 对中国进行无理攻击 他说 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挑战了美国的基本原则 美国不会假装没看见 中美的南海的博弈将会持续多年 卡特还宣称 我们的亚太再平衡 并不是一时的权益之计 而是长久之计 卡特扬言 美国将继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 将派遣最先进的隐形驱逐舰 前往南海 以显示对亚洲政策的重视 卡特所谓最先进隐形驱逐舰 就是指DDG-1000驱逐舰 DDG-1000是美国海军三十年来首次推出的新型驱逐舰 上周交付海军预计十月服役 该界有三大显著特点 隐身性能好 火力强大 但造价昂贵 DDG-1000驱逐舰几乎悄无声息 敌方雷达对其几乎无法察觉 它能从150千米外 对一个目标同时发射六枚威力强大的导弹 还可在深海海域和布满水雷的危险海域执行任务 作战功能十分完备 而美联社周日引用美海军作战部部长 理查德森的表态称 随着中俄建立自己的海军 美海军25年来第一次遇到了对手 对于美方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 理查德森称 美军对南海行动的主张可以更强硬 但同时要加强宣传 理查德森去年9月 接任美海军作战部部长 此前她长期在技术性岗位上任职 她在今年年初主持发布的报告 维持美国海上优势的顶层设计中认为 美军目前所处的环境非常严峻 自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第一次面临重返大国竞争的时代 此外 《金融时报》周四报道称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 或与美国对华再强硬些 哈里斯上周还在华盛顿股东 美国在能够合作的地方与中国合作 在必须对抗的地方与中国对抗 我觉得这个也是 美国现在手里没有牌的一个具体表现 对中国来说的话 我们的维权也不可能做任何的让步 所以就目前来说的话 实际上是中美两国的一个安全困境 那么走出安全困境的唯一途径 就是美国放弃现在这种横行八道的这样一个海上政策 这个既对美国没有力 对盟国也没有力 值得注意的是 香里拉对话会是一个西方主导的安全论坛 它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跟新加坡国防部协办 实际运行部门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外界注意到 让冲突方直面冲突已经成为香里拉对话会的一大特点 2012年对话会专门设置了东亚航海自由议题 主台南海 虽然香里拉对话会由西方主导 但从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 中国代表团不仅没有缺席 代表团的级别和人数都有提升的趋势 同时姿态更加主动 2015年相会召开前三天 中方公布了首部专门阐述军事战略的国防白皮书 中国的军事战略 而对于此次参与相会的中方阵容 国防部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相关的部门正在协调和筹备当中 深圳卫视也将排出记者前往香里拉对话会现场 直面唇枪舌战 与各国专家近距离接触 带来第一手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 与五角大楼的强硬表态相比 美国内舆论也有不少理性的声音 特德卡彭特是卡托研究所 国防和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 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有十步专注 对中国话题的见解得到了广泛传播 日前他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题为 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注定失败一文 指出美国目前对南韩问题上的对华遏制政策注定失败 他列举了三个理由 首先中美今天强大的经济纽带 任何一方一旦改变都会是巨大的损失 其次美国的较强大的盟友 比如日本和韩国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轻易不会被动员 另外国际上一些重要议题离不开中国的深度参与 比如朝鲜核问题和弹头导弹项目 因此他认为美国目前在南海的遏制战略 是企图逃避现实 中美两国关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安全的 甚至军事方面的合作呢 应该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比方说我们参加今年将举行的 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 尽管美国国会有一些杂音 有一些声调说不能让中国参加这样军事演习 我觉得美国奥巴马政府 包括国防部在内这样一些这个职能部门 他们还是希望加强跟中国的安全领域的合作 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 特约评论员孙兴杰 孙先生您好 那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召开 美国与会的几位代表 近来频频发出对华强硬言论 那么这些言论是只是巧合呢 还是在发出对华施压的信号 如您所言 香格里拉对话会越来越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舞台 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最初设计这个对话会 主要是为了在亚洲提供一个 关于安全对话的平台 最近几年来 这个对话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尤其是在南海问题发酵之后 相会变成了中美吵架的地方 这次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军方领导人 都算得上南海问题的鹰派 防长阿士顿卡特最近说 美国和中国俄罗斯是长期对抗 冷战着一位舰农 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不断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 海军作战部长李查德森则炫耀美国在全球的作战能力 还妄言南海是大家的海 从去年9月之后 美国在南海的政策不断强硬 五角大楼的声音似乎压过了白宫 而在行动上 则是美国的军舰频频进入南海 南海被搅得很热闹 大肆推进军事化 看似美国已经得分 但是这种低水平的小聪明 远远不能代替战略的考量 南海问题不仅是军事问题 更是关于地区安全之举重建的问题 美国鹰派齐聚相会 也能够让我们看到 美国在南海政策的底线是什么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香格里拉对话会 其实是多边军事外交的平台 在东亚缺少一个地区性的安全机制 香格里拉对话会是为数不多 可以容纳多元盛宴的平台之一 多边外交最大的好处 是让各方置于一个公开 透明的场合之中 这种场景本身是对各国的一种约束 最近一两年来 中国在相会的表现也令人关注 在多边场合表达自己的利益关切 自己的诉求 要比双边场合更具有可信度 也能够减少很多成本 无论南海问题 会不会成为相会的主题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遭到美国的压力 都不应该破坏 中国参加相会的心情和初衷 中国不是相会的被攻击者 而是平等的对话者 中国是抱着建设性的态度 参加这个会议的 动动嘴 出出气 红红脸 也是正常的 大国之间的争吵 要比擦枪走火好得多 即便吵架 也是对相会这个平台的认可 要不然 不需要跑到新加坡去吵架 中美之间 应该保持最基本的默契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纠葛 都不应该放弃对话 唯有如此 才能给彼此的政策 更多的转环空间 防止纠纷 将化为对质 这样对东亚的和平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欢迎回来 本栏目由黑黑乳冠名播出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两艘船只 周五在旅宋岛附近海域 截住一艘中国渔船 并逮捕了船上的 10名中国渔民 非方声称 他们擅自进入菲律宾领海 而值得注意的是 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 预计近期将会做出裁决 非方的举动也被分析认为 是为裁决做铺垫 有中国法学界学者日前指出 南海仲裁案存在多处明显漏洞 国际社会不应视而不见 新加坡联合早报周五报道称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与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 扣押了10名中国人 他们当时驾驶的是一艘 挂了菲律宾国旗的渔船 中非这个仲裁案的追踪裁决 可能在近期即将公布 我们说在这个时候 那么菲律宾渲染 对这样的一起这个渔业纪分事件 我想很显然 它是想强调 这么一个中国移民的形象 从而为最后的仲裁的裁决造势 周六在国际法促进中心 发起的一场研讨会上 议会学者分析 一个国际仲裁庭裁决的效力 首先取决于仲裁庭整体 和仲裁员的公正性 独立性完整无瑕疵 不过该仲裁庭的组成并不合法 因而其裁决也不会效力 这次菲律宾仲裁案的五人仲裁小组 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庭长 刘景军二指定的 刘景是首位出任国际海洋法 法庭庭长的日本人 曾在1961年到2002年期间 在日本外交部门工作40余年 1997年就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 1999年至2001年 曾担任日本驻美大使 此外从2007年至今 刘景还担任着日本安倍政府 有关安保法的基础 再构建肯谈会的会长职务 这一职务的实质 就是安倍政府智囊团的首席 无论是从这个刘景法官具有一定潜在的利益冲突 这一点应当回避 还是从这个仲裁员本身 他具有一定的预设判断 还是说他仲裁员构成不够充分 都能说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进行反驳的点的 国际法促进中心南海法律研究组 课题作者张科军向深圳卫士分析 刘景作为政府智能团的领导 其政治收益是依附于安倍政府的 美日飞的同盟关系众所周知 再加上中日就钓鱼岛主权 及海洋化解问题 存在旷日已久的分歧与矛盾 因此南海仲裁案与刘景 在其国内的职业发展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个人职业发展可能受益于 本仲裁案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按照正常程序 刘景理应进行法定回避 张科军也指出 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第七段规定 仲裁员享有的言论与结社自由 不得妨碍其司法职能公正独立的践行 而刘景作为公认的日本右翼鹰派代表人物 其个人政治立场非常明确 2013年8月4日 在仲裁庭组建刚满一个月时 刘景就以安倍法肯谈会主席的身份 参与日本NHK星期日讨论节目 并在节目中公开阐述政治立场 认为日本的岛屿受到威胁 强调日本存在敌人 需要强化武力等多方面来保障日防安全 虽然刘景没有指名对象 但其时代性已经相当明显 这种在敏感时刻 主动正式公开的媒体表态 足以表明刘景对男孩仲裁案 争端的公正性存在瑕疵 他作为一个最主要的组建者 如果他的公正性存在问题 就相当于整个组建工作是存在问题的 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构成 这个法定回避的药店的 但是呢 他并没有去对这个回避事项 做出任何的回应 就是相当于是避而不谈了 而值得注意的是 仲裁庭中的五位仲裁员 除波兰籍法官暂未列弃其他案件 其余四人均作为 其他仲裁案的仲裁员列弃 其中有以MESA法官 与Wolf Rome法官最为平反 张克军介绍 Wolf Rome曾在20012月到2015年3月的 查格斯群岛案中担任仲裁员 并在2013年4月仲裁庭第一次主任时 被菲律宾方选任为非方指任仲裁员 Wolf Rome所参与的这两起仲裁案 在时间上存在重叠或衔接紧密 争端一方当事国甚至能在主张相似 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排除其存在预设立场 预判结果的可能 难以避免对其公正性的合理怀疑 他在两个案子之中 他都是这个列席的仲裁员 那么这两个案子呢 又存在一些就是相似点 比如说英国那一方也是主张 如果说涉及到岛屿主权问题 他应该是自动丧失这个 仲裁庭自动丧失管辖的 这个主张其实跟中方的一个主张 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同时列席的话 又存在相似性的话 它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性 就它很可能会套用过来 国际法促进中心南海法律研究组 负责人何家伟也向深圳卫视分析 本次仲裁庭确认南海争议的管辖权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国际海洋争端领域 日益明显的管辖权扩张主义 中非南海仲裁案属于混合争端 即在海洋争端中 同时出现必须要解决的 领土主权争端的情况 然而包括本案仲裁员 Wolf Worm法官在内的一些人 却认为 在混合争端情形下 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对领土争端可以进行变相的 间接的管辖 这种管辖权扩张主义 也引发法学界专业人士的担忧 我们这个仲裁庭中的Wolf Worm法官 在2006年就拿出一个观点 说没关系 即便设计领土主权 我们也可以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辖 在管辖海洋的同时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因为公约 大家众所周知 是不能规制这个领土的 所以它是越权了 感谢观看